一般人們會用常用色卡選擇顏色 不過常用色卡是沒有特色 用色線可以更多選擇 有些人會問 要不要這麼誇張?2000隻顏色我怎樣選擇? 又不是這樣說 你看看 Sun God、Harvest Flame、Gast Flame 看上去好像很相似 但如果你真的喜歡Sun God 你會覺得另外兩種好像脫了色 你喜歡Harvest Flame 你會覺得Sun God很重口味、很緊張 其實每個人對於顏色的細緻界分 你不要看少 差一點感覺相差很遠 這是第一個提示,用大色卡 第二個提示,用英文色卡 中文的四字成語是沒有意思的 紅粉飛飛即是怎樣 但英文很多時候 它會合作到的意境比較好 這是第二點提示 第三個提示 就是用完色卡 回到App 為甚麼呢? 因為你選完一種顏色後要配襯 你選了一隻Sun God 然後App就告訴你 Sun God的近似色對比色是甚麼 你要撞顏色 無論是乳膠漆也好 還有Cushion 傢俬也好 你也有個專家提理 所以顏色卡有顏色卡的好 顏色準較高 但是App有App的好 因為有自能化在這裡 顏色免費的 用不著用就看你了 看你了 買給你買給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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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的